政府将扩大招聘奖励计划 为聘请前囚犯的雇主提供薪金补贴 协助更多前囚犯寻找工作 重新融入社会 人力部长杨立明在Facebook贴文表示 每年都有大约1万名前囚犯重返社会 他们在融入社会遇到多重挑战 包括寻找工作 杨立明表示 为支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劳动队伍 聘请前囚犯的雇主都能获得 50%的雇员薪金补贴 最多2500元为期一年 通过黄丝带计划 工业与服务合作社协会 以及新加坡监狱署属下的半途之家 聘用前囚犯的企业将自动获得津贴 其他雇主则需要向当局提交申请